监控画面显示 11月23号中午12点钟的牛 他一路狂奔 吓得行人四处逃窜 这头牛直接冲着他就撞了过去 导致女子受了损 最终这头牛在建设路 被民警和前来狂奔的牛冲破防线 又尝试用警车逼停这头牛 但同样没有奏效 警方便安排两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 在后方紧随 随后这头牛沿着街道 时而慢慢溜达 时而狂奔